这集课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三节 汇禀指令中的IT指令 那么上一集课我们学习了入战和出战指令 这集课我们来学习IT指令返回指令 这种指令是属于返回指令 那么这个指令也经常被运用到分析扩的时候 经常会预警到的 那么IT返回指令 是一个指程序的最后一条指令 通常是IT指令 那么由于它返回到调用这个指程序的 调用断点处继续执行 是由它进行返回 那么IT指令的格式是IT 也就是这个 那么它的功能是 那么这个指令一般是作为指程序的结束指令 使指程序返回 例如我们在OD中如果说 查看到了一个这个IT指令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指程序的路口 这是指程序的路口 那么看见有一个IT指令的话 这表示这个指程序的结尾 也就是这个指程序的结尾 这个指令我们只需稍微的了解一下 在后面的话我们会 更加的了解比较多 它是一个返回指令